哪些人容易得脑梗 张玉 成都京东方医院急诊科 主任医师 脑梗子好发于50到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男性稍多于女性 这一部分的人多伴有合并脑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 比如有高血压 吸烟 腰臀比过大 饮食不当 缺乏体育锻炼 糖尿病 过量饮酒 过度的精神压力及抑郁 有基础心脏疾病的高血脂等 有些病人合并有严重的脑部的大血管狭窄 还有平时就比较肥胖的病人 还有一些血液指标异常的 夜间睡觉的时候会产生严重的呼吸睡眠暂停 这类人群 还有一些年轻的女性 吃避孕药的也容易引起中风 另外还有一部分 本身就有血液系统疾病的 专家提示 脑梗死毫发于50至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男性稍多于女性 合并脑血管危险因素 或严重脑部大血管狭窄 血液指标异常 呼吸睡眠暂停 服用避孕药的年轻女性 疾本身就有血液系统疾病的人 更易发生脑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